大家好,我是户鬼,刮面别总煮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放入锅里简单的蒸一蒸,出锅真的实在太香了 我家一路吃7次都不逆,下面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刮面 往锅里泼上薄薄的一层,再喷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如果不够吃,我们在上面还可以再泼上一层 然后盖上盖子,水开之后开大火,蒸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窄洗干净的豆角,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一个大一点的西红柿,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然后对半切开,去掉硬芯 切成大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斜刀切成段 然后再改刀切成后一段的菱形片 准备一块瘦肉,切成薄片 准备一块瘦肉,切成薄片 再准备一块肥肉,也切成薄片 这个肉一定要有肥有瘦,这样子才好吃 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花 生姜拍扁,切成姜粒 再准备几把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锅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肥肉片 开中小火给它煸炒出油脂 一直煸到金黄,这样吃起来肥而不腻 特别香 再倒入瘦肉,翻炒至瘦肉变色 放入葱姜蒜,八角,翻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的老抽,上色 然后再倒点料酒去腥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生抽,蚝油 把所有的调料翻炒均匀 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炒出汁水 再放入豆角,胡萝卜 继续炒至断生,让所有的调料融合在一起 最后倒入200毫升的清水 现在我们的灌面已经蒸熟了 先用筷子把面条给它剥散 再给它抖一抖 然后再放到配菜中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 干面条就会快速吸收里面的汤汁 搅拌均匀之后 直接给它放到蒸锅中 用筷子给它整理一下 铺匀铺平整 盖上盖子,再开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关火,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的蒸焖面就做好了 用挂面来蒸焖面 比鲜面条蒸出来的还筋道还好吃 色香味俱全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营养还特别的全面 最后再来点蒜水 吃起来真的是太过瘾了 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吃 喜欢吃面条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